余太 我想問你 你的教學態度 或者對小朋友的態度 你都很了解你自己那種風格 還有現在一般教小孩子的老師 那個作風是否跟你一樣 或者是一樣或是不一樣 很難說每一個 但是我抱著一樣東西 每個小朋友都是天生好奇的 都是想學的 我亦都抱著一個 你念就是每個小朋友 他們都是有個天性想討好大人 想別人喜歡他的 所以如果他做一些反叛的行為 我們不是說你做甚麼 不留心你做甚麼 我第一句會說 如果他黑眼睡上課 你是不是很累 我試過有一次進課堂 有個小朋友躺在地上 又拿一個報紙套著自己 全班都在叫囂 我還是代課老師 我進去 大家坐定 但沒有用 走到同學那裏 我問你是不是不舒服 地上會凍襯 不如去教員室 不如去救護室 我又問你想老師帶你去 或是找班長帶你去 其實直接是關心 他就說不用了 我在課堂 那就坐下 他覺得你是關心他的 不是為了我要教到我要教的書 其實在生命的大前提下 其他都不重要 結果小適 我就拿了一條舉藥 啫哩仔 零食 請他吃 我說可能你吃了 你會精神些 你剛才躺在這裏 可能是太累了 然後他說 昨晚爸爸媽媽吵架 不知道吵到怎樣 又不關我的事 然後整晚沒得睡 如果我不多一步 肯定我聽不到他家裏那種苦況 他是自己去承受的 但是如果他躺在地上 我就說 怎麼這樣 沒有課堂規矩 小適又來 那些有佛抄 其實我只會把這種痛苦家主 在他身上 我覺得就是每個小朋友 都是想大人喜歡 又或者可能在課堂裏面 有五組 我一天課室很吵 通常老師都會說 為什麼這麼吵 第一、二組很吵 罰棋 有時甚至是全班罰棋 但是為什麼我們大人 不能轉個角度 就是說 我看到第三、四組很值得 就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也賺了 然後第一、二組 就自己靜下來 其實我們有沒有給一個和月的 和諒解的環境小朋友 現在那些評估是什麼 秤他 吃了多少 隻豬吃了多少 秤一下有多少 但結果是怎樣 越聽得重的 就越早拿去給人家 湯 有些小朋友 就說 我做功課做得這麼快 又是沒得玩 又是繼續做功課 那我不如慢慢攤開來做 他們都很聰明 我做功課沒得看電視的 是不是 那我又慢吞吞吃雲吞 所以小朋友是很可愛 你跟他談的時候 有很多新的想法 我們絕對想不到 所以我覺得 不是沒有了DSA的粗面 就沒有東西做 哇 幾多精彩的書 剛才我說的六野仙中 西游記啊 哇 孫悟空 可以被二郎神追 二郎神追的時候 去到哪裡又跟著怎樣 那一百零八條好漢水戶傳 心底都是好人 不過誤殺了人 又要逼上梁山 全部都是有時候說到 他們不想犯的 但又犯了 那怎樣 結果就是被人追殺 不如就在天行道 你看到 所謂真是名著 是真是名著 甚至現在看很多電影 他們都是從那些抄招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們不給一些有營養的小朋友吃呢 給一些薯片 零食 他們這樣吃 那這些是最快的 或者應該這樣說 我們給他們一些快餐 主定好 一拌汁就是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吃一個法國餐 可以真的吃一個多兩小時 他不是自在吃的 他是那個氣氛 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然後那個法國餐 只是很少幾條的意大利粉 但他們已經很開心 吃到是很滋味的 不是那個量 而是那個質 今天給他們很短時間 譬如25分鐘 看到三篇閱讀 如果他不是粗開速讀 根本是沒有辦法的 還要答題 所以老師很明明地教他們 這個策略就是 先看了題目 你才再看文章 還有 因為現在那些中文 一開始那兩個題目 都是文詞語的 所以你一路看文章的時候 你就堅持 你就勸勸勸 是很功利的 但如果你只是看一本書的話 你一路看下去 情感帶到你去某個位 然後原來用雀躍是好過開心的 雀躍是雀躍一下彈一下那種感覺 開心雖然都好好的 心開了 你要在那裡思考到那樣東西 但他們完全就是 總之愈愈開心興奮 都是快樂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 我們想教養怎樣的小孩子 可能這個社會已經是覺得 你最緊要快趣 有價值 有修成 有修效 由於管理呢 對 本身教育 由孔子開始說 就不要跟正仔混合 但很可惜 有幾多個教育的人 是教育出身 之前呢 羅凡小份 叫做補回教育學位 這樣 所以 余太 我想問你 我想了解一下你 你有這麼多 這麼好的教育理念 作風 這個學習過程 這個學習過程 在什麼環境底下 培養到 好像你這個人 我想說一說 我自己本身是讀寫障礙 我小時候沒有這個名詞 我只知道為何麥極書 算了這麼多字 都不太懂 後來我又在教會中長大 教會中 教會中就是神經常說 我們可以的 你不夠力 我會給你的 永遠都是覺得我們可以的 所以我就說 分數不是確定到 我有幾多的努力 分數只不過是一個數字 這個是我小學已經感受到 因為我努力了 沒有那個成效 但我是很喜歡學習的 到中學的時候 我又不是考得很好的 因為我面對自己讀書 會考又要很多東西記 但是在考會考的過程 我一樣很享受 因為這麼困逼的環境下 我一樣可以好像讀到李白的 安能吹眉折腰是權貴 使我不得開心 到了年紀大一點 我又覺得 採谷東來下又現見南山 又有一個世界給自己 我發覺天山出來 我是很想學的 不過很坦白說 我寫不到 人家以為我不行了 甚至灌注我的名字 就是你很蠢 但是我覺得我蠢又怎樣 但是我有自己的價值 甚至我做父母 我連自己的小朋友都 不一定是教得好 保護不到 我做老師 我甚至不可以改變到一些什麼 我只能夠在課堂裡面 給到小朋友很多的溫情 不是什麼很高大的前景 或者什麼 但是他溫情 他喜歡我 但是我總是覺得 我很無奈 自己一個人做的事情 我最近和神就有一個討告 我說 我這一生人好像沒有什麼成就 但是裡面就有個聲音告訴大家 其實我的成就 是我成就別人 所以我就覺得對 我從現在開始 我一路學 年紀越大 我就學一路謙卑 我越多聽別人的聲音 然後別人說出來是很舒服的 然後我再去回應別人 好